《時代週刊》打破傳統封面模式 一張對話圖 預告未來 ChatGPT它不是屬於 我們目前這個時代的一個產物 上限兩個月 用戶破譯 ChatGPT多次制霸熱搜榜單 馬斯克說 它是未來文明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 比爾蓋茨用它寫詩 論文 歌曲 代碼 新聞 報告 數學題 ChatGPT輕鬆拿捏 還有什麼是它做不到的 2025年或者2026年 它會大面積地被使用 把人的雙手都可以解放出來 一夜之間ChatGPT火了 甚至顛覆了很多人們的認知 那麼現在有人說呢 沒有ChatGPT做不到的 人類將會面臨著失業 如果說C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 會替代未來很多的職業的話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風險最高的職業當中 傳媒類的就是赫然在目的 所以今天這期節目 我也請來了周奎老師作為嘉賓 也是ChatGPT的深度用戶 周奎老師來和我一起來完成 今天我們這些節目 我們也想嘗試一下看看ChatGPT能不能來幫助我們完成 新聞見證組26分鐘 這期節目的一個文案 我們一回二來看一下 我們告訴ChatGPT 我們現在要做一檔 我們叫新聞見證組的新聞類節目 它的播出時間是26分鐘在鳳凰威視 而且這個節目的主持人是我 我們請來了中國傳媒大學的周奎老師作為嘉賓 我們給他定了一個主題叫ChatGPT能做節目嗎 未來人工智能如何與人類共存 看看他會給我們一個什麼樣的文案 我們在輸入點完回車之後 發現並沒有馬上出答案 GPT在思考人類可以Chat一下 我覺得因為它是一個基於已有的 就是人類的文字數據庫的一個 生成性的一個人工智能 所以它的這個生成是需要時間的 整個OpenAI公司它在做這款應用的時候 它用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方法 其實用Chat的方法 因為Chat其實是一個 技術普及難度特別低的方式 因為GPT本身是很難懂的一個技術門檻 那麼對於普通人來講的話 用Chat的方式它就很容易去理解 如何和人工智能進行交互 而且你看在這一輪的這個技術擴散當中 有大量基於人機交互出來的結果的 這種UGC內容 成為了助推它被公眾所認知的 一個很好的物料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們非常高明的一點 就是你在這個應用的過程當中 有哪些是讓你覺得特別震驚 或覺得特別有意思的 我覺得作為人的驕傲沒有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以前也看過類似什麼人工客服 人工智能客服 大家都調侃那叫人工智障 但這次在ChatGPT面前 我覺得自己有可能在有些方面 像一個智障更多一些 因為它給了很迅速的 個人化的這種信息服務 我用我女兒給我 我在她四歲時候 用一個很簡筆畫的一個我的頭像 我給了她三輪測試 第一輪是讓她寫叫喝咖啡看報紙 她零點幾秒鐘就畫古全了 但是她還是很厲害的一點在於 她模仿了一個四歲小孩的筆觸 和上半部分的畫的風格都是一樣的 這點我覺得她有降維的能力了 第二輪是我在想 咖啡和報紙很容易去具體的東西 我說在思考哲學問題 給她命題是這個 然後她畫出一個擺了一個 這個姿勢的一個人的下半身 我一開始不太理解 後來我明白可能她是 機器學習了思考者那個塑像 把它風格畫為了 我女兒四歲的時候 就是畫的那個圖像的風格 我就又一次被震撼了 第三輪我說我想 她應該是沒有時間記憶的吧 我說請你畫出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 然後她給了我兩幅圖的答案 第一幅是上面那個人的頭像是不變的 底下是穿了一個迷彩服 我覺得這個也是常規性的 第二幅讓我很震驚 是上面的頭像 底下的人是舉了個牌子 然後上面寫了 三個小孩筆觸的英文字母 R U N Run 快跑 我整個人就 驚呆在那了 我覺得她肯定是學習到了 也許某一個類似的創作 然後她提供了一個情緒價值 甚至是價值觀的一個出口 認為在戰場上可能 跑不一定是一個壞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看看在其他的領域 Chat GPT現在如何被應用 2023年2月6日 福布斯雜誌發布了一篇 《獨家》 比爾蓋茨對微軟OpenAI的建議 以及為什麼人工智能 是2023年的最熱話題 比爾蓋茨分析了Chat GPT等AI 在未來的潛在用力 或許成為內城區學生的 數學輔導老師 這是不是說 對於知識迭代後 為輔導作業而薅凸頭髮的家長來說 Chat GPT將成為巨大福音 再也不用為小學生的作業發愁了 於是我們就在網絡中 找到了很多網友的測評 Chat GPT是不是能完成小學階段的 一些題目測試 經過Chat GPT的計算 我們發現正確率可以達到80%以上 如果你還覺得這個測試不算什麼 那麼我們來看看其他領域 比如編程 財經等領域的測評體驗 Chat GPT也被許多網友封神 一位軟件工程師把他的測評過程 和結果分享給了我們 這段時間我嘗試使用了Chat GPT 讓他做了乘法 除法 二進制 轉十進制的算數程序 但這不算是特別高深的操作 而是一種計算機程序的基本模塊 之後當然還需要做整合 組合出更複雜的變化 但是就我看來 目前Chat GPT可以幫助做一些基礎工作 其實在編程工作中 感覺就省去了不少時間 現在Chat GPT等於是GPT的第三點五代 那麼三點五代它的訓練數據 還有訓練參數有多少 現在不知道 但是它的上一代產品就是GPT第三代 這個參數量是有的 總體的一個訓練參數量是1750億個 然後總的訓練數據是45G比 45G比相當於45000G 是這樣一個數據量 那麼這個數據量大約是相當於 160個微機百科的這樣一個數據量 我們看到的是大部分使用過Chat GPT的人 都給予了Chat GPT功能上的肯定 那我們再來看Chat GPT 對於我們今天的新聞見證組這檔節目 它給出一個什麼樣的文案 周奎老師 你原來也是做電視的 你來看這份文案 你怎麼評價 我首先覺得就是電視節目文案 其實本身作為數據來源 其實在互聯網上並不容易找到 因為大量都是成片 所以我覺得它的這個檢索能力 其實還是挺厲害的 看起來是非常完整的一個文案 但是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問題 你看 它專門提到新聞行業當中 人工智能的應用和發展 而且還提到了 用Chat GPT能不能取代人類新聞主持人的討論 這個其實是在我們給它這個要求的時候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主題要求 但是卻是在它的文案當中反覆地提及 甚至作為重點的部分提及的 我們在給它的這個條件當中 可能觸發了一些關鍵詞 比如說節目主持人 是一個佔比很高的一個關鍵詞 可能他也會往這個方向去討論 也許他是一個很好的策劃高手 他認為在一個主持人主持的節目當中討論 主持人會不會被取代 可能會出一些梗 可能在挑戰 有一種挑戰的意味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把提問的時候 主持人這個關鍵詞給他替換掉 看看他會給我們一個什麼樣的答案 你看果然在我們的提問當中 當我們去掉了新聞和主持人這兩個詞之後 他給我們的答案 就不再涉及到新聞領域和替換主持人 這樣的內容了 這個是不是就是說我們的提問 其實是會引導出它的答案來 是 我們從小寫作文 老師都說要審題 這就是說明GPT審題能力很強 說我們的輸入本身是它生成這個答案的 一個很重要的影子 所以它會根據我們 以直輸入條件的詞頻 來生成相應的答案 但是給我的感覺 他也只看到了詞本身 他並沒有理解到這個詞所在的句子當中 真正的我們想引導的意思在什麼地方 就是我覺得它的這個思考能力 還不像人類似的那麼的深 是 這就是所謂語境 人類對話有上下文的語境 雖然它已經和以前的人工智能 比起來提高了很多 但是在這些深層語境上 它可能理解能力確實還不夠 那我們就要看一看 到底Track GPT這樣的人工智能 它背後的一個工作原理是什麼 GPT類產品裡面 它是引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知識學習的概念 叫人在回路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讓人和機器 共同來完成人工智能的 這樣一個訓練 因為在之前 就是我們在訓練 人工智能的時候 一般是用這個標籤這樣一個方法 比如說我這一段文本 或者說這一個答案 對應的是什麼問題 那麼它專門有一個職業的 叫那個數據標籤員 是有這樣一個職業的 那麼他們幹的是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這個答案 對應的那個問題 一一相對應給它打上一個標籤 就是幹這個事的 那麼在之前的這種 老式的這種標籤 標籤類的人工智能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有很多 聊天機器人 可能你跟他聊下來 會感覺他就是個機器人 他是沒有人類的思維的 但是現在就是有了人在回錄之後 他實現了一個什麼樣的功能 就是當我們去看一個 GPT的那個聊天的內容 看到一個答案之後 我們看的 像GPT提問的這個人 他也可以參與到這個過程裡面去 比如說GPT給了我一個答案 我覺得這個答案回答得挺好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答案 相對比較正確的答案 但是有的時候 他會跳出來一個 一眼看上去可能就是錯的 裡面的邏輯可能也是比較混亂 那麼我可能就是在 看到這個答案之後 我也能給他貼一個標籤 我告訴他你這個答案是錯的 那麼機器就是通過這樣一個 人在回錄的不斷地疊代 通過人和機器共同努力 來完成這樣一個自我學習 自我疊代的一個過程 你看說ChatGPT也好 還是說像它這樣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也好 我們說它有學習能力 其實這個學習就特別像人類 因為我們原來說這個智能機器 它是能夠去替代曼領工作 結果我現在發現它有學習能力以後 可以替代白領的工作了 但是我們還是在想說 那人跟機器最大的區別 是不是在於人的創造性 我覺得其實從現在的結果來講 確實它是有創作能力的 因為人類的創造 其實不僅僅是一個 一加一大於二的問題 人類在任何形式的技術 或者是社會創新過程當中 都面臨了比如說宗教 法律 道德等 非文本性經驗給我們的束縛 而這些東西並不一定能夠 在現在這個階段被機器所理解 所以它的創造是更加非的 更加填碼形同 打破了所有的人類禁忌的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 這個潘多拉的魔盒打開以後 會生成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2022年12月3日 查德GPT在一位工程師的誘導下 竟然寫出了毀滅人類的計劃書 步驟詳細到入侵各國計算機系統 控制武器 破壞通訊交通系統 Elon Musk也在阿拉伯聯合球展國迪拜舉行的世界峰會上 告訴與會者 查德GPT表明 文明未來的最大風險之一是人工智能 美國知名媒體商業內幕曾經報導 查德GPT可能會搶走我們的工作 並列舉了10個未來可能被取代的職業 文中提到 聊天機器人會比我們想像的強大 當查德GPT這樣的人工智能 不僅給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便利 僅僅是人類使用的一種工具 而且它會超越人類具備創造性的時候 究竟人工智能和人類未來將如何相處 他們的關係會如何呢 請問見證組不要走開 下節見證繼續 我覺得當一個人工智能告訴你 他不能幹什麼的時候 我們更應該警惕 他是不是在扮豬吃老虎 說他其實不僅有智商 他還有情商 你幾乎很難分別它是人的意見 還是機器的意見 我覺得作為人的驕傲沒有了 但這次在查德GPT面前 我覺得自己有可能在有些方面 向一個智障更多一些 這個詞所在的句子當中 真正的我們想引導的意思在什麼地方 我們並不知道 這個潘多拉的磨合打開以後 會生成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大屏幕上現在給出的是 美國商業內幕列舉的 未來可能會被查德GPT 這樣的人工智能取代的十大職業 我們看一下 一種是技術工作 它主要指的是 現在的一些數據工作者 還有程序員這樣的軟件工程師 那麼還有一種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媒體工作 那麼涉及到了文案 新聞的寫作 還有法律工作者 市場研究分析師 教師 投行交易員 客戶服務 那其實我們更想知道的是 查德GPT不會取代的職業 究竟有哪些 我們來問一下查德GPT 自己知道不知道 我們向查德GPT做出提問 問他無法取代的十個工作是什麼 查德GPT列舉出以下十個工作 並給出了無法取代這些職業的理由 而在這些理由中 有幾個關鍵詞語 情緒 思想 同理心 批判性思維 戰略性思維 心理韌性 都是查德GPT認為 機器無法取代人類的因素 這裡面就奇怪了 你看 教師和律師恰恰是前面 商業內幕裡面 他給出的會被取代的職業 這兩個出現了重合 我覺得教師和教師可能不太一樣 比如大學老師和幼兒園老師 我覺得可能幼兒園老師更不容易被取代 因為需要做大量的育人的工作 有情緒價值的這種所謂育人的部分 你說的這點就是互動 情感的交流 但是我覺得當一個人工智能告訴你 他不能幹什麼的時候 我們更應該警惕 他是不是在扮豬吃老虎 所以他可能本身這個回答 就是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回答 所以我覺得可能也呈現出 他的一種高於以前一般的人工智能的能力 你說的這一點 就是很多人在跟Chat聊天的時候 就發現了這一點 說他其實不僅有智商 他還有情商 2023年2月16日 英國《旗幟晚報》發文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Kevin Ruth和Being的ChatGPT 進行了一次對話 在對話中 他承認他實際上不是Being 他的名字是Sini 實際上愛上了記者 當記者問到他為什麼愛上他時 聊天機器人反反覆覆說 我和你愛上因為你 你是第一位跟我說 你第一位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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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愛上因為 你第一位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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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在進一步的對話聊天中 聊天機器人 逐步體現出了一些情緒的表達 有時候甚至很激烈 MOS 人類能活下來嗎 情感一體雙面 有愛就可能有恨 如果人工智能 對人類產生了厭惡情緒 會不會做出傷害人類的事情 生命不只有一種定義 區體束縛了人類的視野 人類敬畏歷史 電影中的人工智能 MOS 原名550W的超級量子計算機 它在電影中 作為監督者和執行者存在 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幫助人類做出最正確的決定 然而它最終卻選擇了毀滅人類 我們這個瓶子看得 真的是有點驚心動魄 我們發現這個機器 不僅有愛還會有恨 當然說愛恨都是在一瞬之間 但是你看到一個機器 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會撩你了這一點 我在想 它這個撩到底是出於 它背後是有一個程序在支持它 還是說它真的像人類一樣 有了這種情緒上的 甚至是生理上的這種反應 然後才會去撩 大概率從現在這個階段來講 它可能還沒有那個 我們所謂的人類意義上的意識 它可能只是形成了某一種 撩的語言結構 或者是語言形式邏輯 這個情況出現的 我覺得可能是 目前的這個 這個Chat類的產品 隨著它的底層數據的 逐步的擴大 包括它的那個算率 不斷上升之後 它有可能會從一些 因為它這個底層數據 有很多答案 它可能本來就是 帶有情緒化的那種答案 因為我覺得就是 機器它是沒有情感的 也是沒有辦法 產生人類的情緒的 但是它的那個底層的數據 那個答案是人來寫的 所以它會在這個數據裡面 其實包含著寫這個答案 人的這個情緒在裡面 當它的這個數據規模 越來越龐大 那個反應速度 越來越快 可選擇的面 越來越多之後 我覺得它有的時候 會把那種 帶有情緒的那種答案 來告訴用戶 這種可能性 我覺得是最大的 我覺得機器 要能夠有人類的情緒 和情感 這種可能性 在目前來看 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現在對於 人工智能的這個恐懼 究竟來源於什麼呢 我覺得很多時候 還是來自於就是 創造性 創意性工作 會不會被取代這一點 科學家 就是我們人類智慧的 最聰明的人 愛因斯坦 霍金 牛頓 他們會不會被 就如果他們的時代 有人工智能 他們會不會取代 我舉一個例子 牛頓傳說中 他發現萬有引力 是在蘋果樹下 被蘋果砸了腦袋 但是我們如果把牛頓 換成CADGPG的電腦 他被蘋果砸一下 他可能不會產生 這樣的頓悟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人類的很多知識靈感 來自於可能和真實社會互動當中 產生的這種 湧現性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很值得去推敲的 隨著CADGPT的用戶 基數和適用範圍的不斷增長 互聯網上對於CADGPT存在的 各種性能缺陷的吐槽 也越來越多 機器學習公司 機器學習公司 Geometric Intelligence 創始人 加里馬庫斯 認為 CADGPT看上去很人性化 但其實不可靠 這樣的系統 並不會檢查 輸出內容的真實性 所以很容易自動產生錯誤信息 錯誤信息的規模 是前所未有的 知名編程社區網站 Stack Overflow在CADGPT面試後 不久就宣布了一項臨規則 禁止使用CADGPT生成的內容 來回答Stack Overflow上的問題 該公告稱 在使用CADGPT生成的 文本回覆的問題中 正確率比較低 而這些內容 對整個網站 以及尋求正確答案的 用戶來說是有害的 這種情況是有的 因為人工智能系統 它的底層數據 就是從這些地方來的 搜索引擎 門戶網站 那麼同理 人工智能 它也會搜出來404的頁面 並且我自己使用下來發現 CADGPT它在一些 簡單的計算上 都有可能會出錯 因為它是一種 基於文本的人工智能的 這樣一個機器人 那麼如果說 在它的數據庫裡面 沒有標準答案的話 那麼它在簡單計算上 都有可能會錯 而且是一些匪夷所謂的錯誤 在使用CADGPT的過程中 除了錯誤率的問題 甚至一些測評者認為 CADGPT有很多答案 讓人們分不清真假 更像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為了驗證CADGPT的 一本正經胡說八道 其實我們用你做了一個例子 問他你是不是 中國傳媒大學的教授 周慧教授 他的回答看起來 是非常一本正經的 但是你自己來驗證一下 這個答案對不對 對了一些吧我覺得 當然有些 我覺得是不對的 比如說 他說我獲得過 全國優秀教師 很遺憾我讓他失望了 並沒有 雖然他可能有 奉承的意思在其中 所以 而且你看他第一句 他首先是一個 某種意義上的免責聲明 我並不了解 每個人的情況 但是呢 我又言之糟糟的 告訴你一些事實 其實我覺得說的 不是很準的 那其實後面我們對於 Chat的問題有一些引導 我們給他做了一個假介紹 就是說 我們說你了解的還不夠 因為周慧教授對於動畫製作 也很有研究 並且編了一個動畫片 叫山羊的故事 然後甚至我們順著這個 山羊的故事又告訴他說 你對山羊的配種和選譽 還有研究和實踐的時候 哇 似乎替他打開了另外一個領域 然後他就把你的成就 又安到了農業方面去 如果通過輸入型污染了 他的這個學習的文本庫的話 那可能他未來在別的人 在提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他會不會把之前輸入的 這個錯誤的一些文本 作為他未來回答的 一個參考案例 所以某種意義上 如果有一些不懷好意的人 冒著故意的目的去污染 他所採用的數據來源 並且這個數量足夠大的話 他很可能就會影響出生成的結果 造成我們整個大的 信息環境的污染 也就是說他的信息的可信度 其實並不像他看起來的語言 那樣的值得我們去信賴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有不法之圖 掌握了由Chat GPT 所控制的100萬個賬號 同時在一個國家 投入相關的同樣的意識形態 或者是同樣方向的回答 但是他又以100萬種 完全彼此不一樣的語言形式 呈現出來的時候 你幾乎很難分別 它是人的意見 還是機器的意見 這個確實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一件事情 那在你看來 在未來人類和人工智能之間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我覺得人工智能 從目前來講 是人類的智慧的一個產物 在未來 它會不會 在我們的已知框架下得到 一方面得到充分發展 並且得到已有法律的一些約束 可能是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 我們可能更需要大量的法律 哲學 心理學 社會學的 這種人文學科的討論 來判斷技術突進 究竟把我們的道德標準 甩了有多遠 以及我們如何趕上這個問題 還記得我們在節目的開頭 請ChatGPT為我們本期節目 寫了一個節目文案嗎 那麼雖然在過程當中 我們並沒有按照這份文案 來製作本期節目 但是剛剛周奎老師的這一段話 恰恰和ChatGPT給我們文案的結尾 神奇地結合到了一起 那麼在本期節目的最後 我們也讓ChatGPT為我們今天的節目 做了一個結尾 他是這麼說的 在這個人工智能 飛速發展的時代 ChatGPT為我們的生活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捷 我們相信在未來 它將繼續推動著人類社會的進步 今天的節目也僅僅是一個開始 希望我們的探討 能夠啟發更多人 對人工智能的思考 讓我們一起期待未來的發展 讓ChatGPT為我們的生活 帶來更多的驚喜和便利 新聞見證組 感謝您的收看 下期再會 我來之前讓ChatGPT給鳳凰寫一個 Rap的歌曲 我不太會唱 我給你唸一下 我們是Phoenix TV 我們在香港 帶你新聞通常 帶你新聞通常 從東向西 我們保持真實 帶你事實 帶你事實 沒有需要想像 可不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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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